玉璃镇的长梁三名两个社区发展协会会员 大部分都是长者 也有许多阿美族的长辈 总干事希望2021年新的年度 可以将野菜文化纳入在整个协会推动的工作内 所以也带着干部们一起来学习 让部落的野菜文化重新找回同时延续发扬 玉璃镇的长梁三名两个社区发展协会 会员大部分都是长者 也有许多的阿美族长者 总干事希望2021年新的年度 可以将野菜文化纳入在整个协会推动的工作内 也希望藉由这个成不成校长他们的课程 然后让我的这个野菜的知识更精进 然后可以用在我的社区发展协会的计划里面 然后让我们的长辈 外国聚人的长辈 希望这样的长辈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野菜的活动 这也带干部们一起来学习 让部落的野菜文化重新找回并且延续发扬 把我们原有的花莲的野菜文化重新的找回来 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花莲的生活组成组长的 这些居民所认识的 只是透过一个系统化的教学 让我们能更清晰了解到这个野菜对我们重要 而且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都是有机的部分 那野菜基本上它是不食打能耀的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大观念 五新闻表示未来希望找个空地来活化野菜 成为地方一同体验部落智慧 取自山林生活智慧的绝佳场域 记者高手上预战采访报道